好 回到非凡场先报 电竞王子胡玉堂你好 晚安 明镜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是 今天的量放不出来 而非电族群有所表现 那目前为止呢 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是尾盘似乎震荡可以再加大一些 对 没有错 当然本周因为可能有中秋廉价的关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 我觉得或多或少也会影响投资人的 一个比较操作的意愿 或多或少有可能会降低 对量的部分来说 可能会比较缩一点 不过在技术面的形态 我认为还是没有转变 从上周的突破极限 我们谈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这一波的景线关卡也突破了 原来上这个趋势 应该是还是有机会 持续性的一个比较偏多去做一个走高 那当然几个重点 在今天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日前的强势鼓作休息 像是我们先前谈到 把人比较偏爱操作的PCB 药华 华通 今天都有点这个 长多休息的味道 当然还不至于叫转空 而是说真的 这些个股在这一波起降之后 稍作整理做休息 不过还是有一些这个 应该算是强横强的这个 陆队长在带头 代表说这个多头的人气或者格局 依然没有破坏 IC设计就是蛮整齐的一块 因为由龙头的联发客做带动 因为这一波联发客 我们当时有谈到 外资投信的一个加码 是特别的积极 当然业绩面并不是说 目前公布出来或今年特别好 而是说它在明年可能会非常好 所以说已经有一些买盘线卡位了 因为明年它的5G相关的 这些单晶片的一个部分 整体的出货动能 应该会有比较爆发性的成长 所以说这种比较乐观的预期之下 就让这一波的股价 已经先行做功高了 那当然连发客的一个喷出之后 第一个IC设计当中 一些营收不错的个股 也有开始被带动上来 上礼拜我们聊到的原想 虽然上周是有点爆量流热汤上影线 但是今天还是持续往上做攻击 这个季线的一个压力关卡 看起来是相当有机会去做一个克服 因为在今天也算是 蛮有这个多头企图心 要去做一个突破战上的动作 再来业绩也不错的 像是4919的新唐 因为新唐在公布出来的8月营收 是再创单月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最重要的部分原因来自于 其中像是中国大陆 释出来的这个ETC的一个标案的部分 过去就是新唐这个主要的一个 32位元NCU的供应商 那因为在今年 这个中国大陆力推把这个ETC的一个渗透率提高 所以相对来说 新唐整体的出货量 应该是有机会就是跟着水涨船高 所以它整体的营运的一个动能 我认为是看多不便 另外像是做这个 传输YO机片的像是3014的联阳 也是在8月营收不错的一个成绩之下 今天也是一度的一个喷出 还来到暂停板40.45元 最近这两周 外资也持续站在买方 所以第一个我们从IC设计来看 可以大概秀得出来 最近法人的操作 还是往这一块去做一个加码 当然还是偏于比较具有 业绩加持的个股 相对的位阶 这个我们讲刚从底部转强的 法人持续的一个加码性 还是很高 那当然在一些个别股身上 也有一些有机会在营收 角处不错的公司 也有法人在最近开始转满 像是第一个 我们之前谈到了机器人的 6188的广民 广民当然营收还没有公布 不过顺着在今年上半年 它的EPS来到1.08元 比去年整体上半年的获利数字水准 是成长了将近四倍左右 所以以广民来看 在下半年的部分 营收再往上垫高的可能性 还是相当大 因为在整个机器人的一个 这种协作型机器人 机械手臂的部分 它是以自由品牌 去做一个销售 这个达民机器人去销售 目前在这个全球 这个所谓协作型机器人品牌当中 广民已经是这个世界第二大了 因为全球有超过 超过上百家的一个做代理 所以整体来讲 在这个我们讲欧美市场 甚至在对岸的一个部分 都还有一定的一个成长需求之下 对于广民来说 应该也有不错的一个成绩 就下半年来看 所以你看最近的股价 有点在底部整理之后 整个均线 开始去做一个向上翻扬的味道 外资也在上周开始转满 可能就是先卡位这些 业绩会不错的成长股 再来你可以看到 除了刚刚谈到的广民之外 有一些算是比较利空出境的 像是同样是 这个ABF载板的景座 景座当然上半年的获利状况 不是很好还是亏损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股价在八月以来 不跌反涨 反而打出了有点 这个大U型底的味道 外资在前两周开始站在买方 因为市场也在看 其实景座在5G的一个产品别 也是有积极的加速研发 只是说这一块的发酵 可能要落在明年 所以上半年先蹲 先蹲的情况之下 当然股价也先回测 不过彻底之后 最近不跌反涨 外资持续站在买方 加上它的净值 还有高达56元 所以在股近比相对偏低的情况之下 也吸引部分的一个法人 开始做回补 再来可以看到 在5G的相关供应链当中 也是有一些走出利空出境的 像是我们之前谈到 主攻天线的华育 华育当然因为上半年 整体的出货状况 不如预期好 整个营收获利都算是比较低迷 但是你看华育最近的一个 K线的形态 反而已经走出了横向主体的一个翻多行情 整个五日十日月线是穿越了这个 年线半年线的反压之后 今天股价还工上近期的波段高 外资在8月中 也开始转为比较积极的偏多座布局 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所 卡位的当然不是目前的一个业绩行情 很有可能是在明年 类似像连法科一样在整个5G市场的出货 应该会有比较显著的一个成长空间 因为就拿国内的这个电信商来说 在明年可能就是明年初 这个5G的一个平谱释出之后 相关的建设应该就会起到 那过去这也是五大电信商的主要 天线零组件供应商的华育 自然我觉得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受惠的想象空间 股价也开始在近期的底部 去做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一个盘式的架构 就是说真的 类鼓的轮动的速度很快 当然在这样比较快速的情况之下 或许有时候操作难度也比较高一点 这个今天涨A族群 明天可能到B后天换C 不过如果以一个比较 趋势面的发展来看 在这一块营收成长明确 法人只持续加码的标的 原则上还是可以从 比较波段的角度做切入 OK 今天就盘面比较温吞 不管量跟价的搭配 对 尤其也部分的资金 转到金融股升帐 今天金融反而是也比较有买期 不过我认为主流还是在电子 只是说有时候转线上 电子休息的时候 资金转往金融卡位一下 那很有可能在明后天 还是转为由电子做一个 接棒演出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 轮棒了 对 没有错 好 非常感谢呢 今天玉堂先跟大家进电话连线 虽然今天PC